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先开十善一道经 第十面 道俗第三行 父子龙王 若立成会 记得八种喜悦心法 何等为拔 以无损脑心 昨天介绍到此地 今天我们看二五成会心 这个所说的八种 这八种是八大类 每一类里面的境界 都是无量不变 那么只要有这些烦恼信心 都是属于成会 如果成会断了 此地所说的这些东西 自然就不会存在 像损脑心 成会心 赠颂心 乃至于这个 活目忍让 这个都是成会的信心 在日常生活当中 在日常生活当中 起心动念之处 损脑放在第一个 非常有道理 凡夫有意无意 都令一切众生 顺烦恼 第二句将无成会心 世人 稍不如意 成会自然就生起来 由此可知 这个业障习气的深重 今天里面常讲 一念成心起 百万丈门开 成会心一起来 智慧就没有了 不但智慧 我们常讲理性 理性就被蒙蔽了 于是全凭感情用私 感情用私 哪有不差错的道理呢 不仅是伤害自己的身体 上一次我们举例说明 而且呢 有意无意 给一切众生 借了愿愁 愿愁若不能够化解 应运成熟的时候 报应就陷进 所谓是 运运相报 没完没了 而且果报 必定是一次比一次残酷 诸位如果读 安四全书 前面的第一个部分 文昌帝君 英之文 你看看前面有很长的一个大篇幅 帝君说他 一时七时 唯一四代夫 所造的业 所受的果报 非常值得我们警惕 所以冤家一节不一节 不说福 那就不必说了 说了福之后 我们总得要相信 因果通三世 人 决定不是只有这一生 如果是只有这一生 何必要修行 用不住了 人家这些麻烦干什么 不是这一生 确确实实 有过去 有现在 有未来 过去 过去 无时 未来 无踪 过去 已经造了不少罪业了 养成 深重的烦恼 习气 这个没法子了 遇到佛法 遇到圣人的指点 教诲 我们觉悟了 觉悟之后 就要知道 改过自心 觉悟之后 就不会为这一世 作响 你的眼光 开了 你有前后眼了 所谓 所谓 所谓前后眼 就是你见到过去 你也看到未来 这个秦后颖 是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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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怎样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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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主眼 这个就对了 这一世 这一世 非常短暂 纵然和尚 一百岁 也是一谈职 就过去了 聪明人 在这个短暂 时间当中 如何求 出离道 怎样走出 六大轮回 儒家讲得好 明得亲民 智与智善 后面讲 智之而后有定 智什么呢 智与智善 智善 佛法里面 讲得清楚 智善是 五六多罗三秒三菩提 无上正等正觉 这是智善 我们要把心 定在这个目标上 这叫智智 我们什么都不求 世出世间乏 一样都不沾染 宗门里面的话 是有所谓的 不话从里过 片也不沾身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万云放下了 一心 就像 五上 不提 佛法 要想成就 不能不放下 实法了 事发跟佛法 我们要有能力辨别 佛法是正确 事发是迷情 佛门里面的事情 如果不觉悟 也是 事发 事发里面的事情 如果觉悟了 也叫佛法 佛法 事发 在哪里分呢 在这米上分 所以佛教给我们 对于事出世间 一切法的态度 是自在随缘 恒顺众生 随喜功德 如果是攀缘 这就是实法 随意语言时 佛法 那么换一句话 让我们一切不自在 这是实法 得大自在 那就是佛法 我们要怎样 才能够得到 我想 许多同修 都需求的 要想得到自在 要想真正 做到随便 食物 一定要 死掉 离开 贪嗔 吃慢 就自在了 内无烦恼 外面境界 就没有办法 诱惑你 外境还能够诱惑你 使你的烦恼 没有断 它诱惑你什么 诱惑你烦恼 让你的烦恼 起现些 所以我们内里面 把烦恼断了 无私 无我 无油 叹成 吃慢 外面的境界 再读 再巧 也无动于心 这样才能 得自在 这样才能 随缘 随缘 一定是 自在的 随缘里面 带来了烦恼 那就错了 这个事情 我们就不能随 随缘里头 决定 没有烦恼 世间的烦恼 大多 其余 得失 得失心 太重了 果然 无私 无我 无油 贪成 吃慢 诸侠的 得失心 没有了 这时候 可以随缘了 忧云 广 利益众生 不是为自己 为利益众生 没有缘的时候 利益众生的死 心 也绝不中断 做的方法 不一样 古德常说的 有缘分 我们全心全力 帮助别人 帮助社会 没有这个缘分 那就独善 其身 所以没有修止的 这正是古人 所谓的 又缘我们 尖善天下了 无缘则 独善 其身 独善其身 就是准备 将来遇到有缘的时候 为大众佛物 念念不忘这个心 这就是大菩提心 就是度众生的心 有一些 佛门弟子 在家出家 我都遇到苦 慈悲心很重 念念不识 为众生服务 想尽方法 去找机会 惹得夜深的烦恼 这个是错误的 这个就是这样的 攀岳 而不是岁月 自己精心在那里计划 应该要怎样怎样 怎样做 这个错误 明白的人 不会这么做法 但是有另一个做法 求佛力加持 这是正确的 求佛力加持 也不是天天在佛菩萨形象面前 祷告 那个也是说于 攀岳 这个里头真的是 他之好理 是之千里 努力 重拾自己 念念念不识 为众生服务的行愿 这就是求佛菩萨加持 那么由此可知 佛菩萨加持 决定不设 十阶应远 十阶应远 没有成熟 这个机会 绝绝不到 我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 在家的大德 出家的老法师 劝我教学 劝我写书 至少也有几十次之多 我不是无动于衷 我知道 十阶应远 没成熟 没有成熟 大概 不外两种因素 第一个 是自己的德行 学书 还不足以 传法 佛菩萨 不会有感应 第二种呢 此时此处 没有真正法心 学法的人 这两种语言 却一个都不成熟 必须这两种语言 都成熟 福利加持 机缘成熟 我们很清楚 所以在没有成熟的时候 一定要加工用痕 用功的方法很多 佛家长江 八万四千法门 这么多法门 哪一个法门 对自己 有利 自己要知道啊 不知道的话呢 自己可以试验 试探试探 什么叫有理由力呢 决定不让自己堕落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 时时刻刻要提防啊 如果真的不让自己堕落 我们是个知识分子 最有效的方法 清净善知识 善知识在哪里呢 经典呢 经典是佛说的 我每一天读经 清净佛陀 每一天研究诸解 清净古今的善友 他们帮助我们解释 经典 我们多看多听 开自己的智慧啊 天天震掌智慧 这就不容易堕落 古人有所谓 三日不读圣贤书 灭目全非也 这个话 我们现在听起来 感觉到一点都不过分 如果我们三天 不读经 不读诸解 把佛法放在一边 烦恼吸气 读现心 我们绝对没有能力 抵挡啊 这个社会上 许许多多的诱惑 我们没有办法 扶助自己的烦恼吸气 这就堕落了 多少人 天天在坠落 自己不知道啊 明言人 看得清楚 想帮忙 帮忙 也要靠世界 一面 这就是佛家常讲的 佛不读无缘人 什么叫有缘呢 真正能信 能解 能解 能行 确实有能力 辨别好歹 有能力辨别是非邪正 这个是机缘成熟 佛菩萨特别照顾我 语音不成熟 照顾他也是往然 他不能接受 佛师门中 不谁一人 这是 这个话 都是真的 都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 所以时时刻刻 简点 我们还有没有 成会心 如果有成会心 没有利益烦恼啊 没有利益烦恼 好 今天就讲到此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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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